课程在教育中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在教育训练中也常提到所谓课程设计 要了解课程设计 当然要先认识课程的意义与内涵 但我们在生活中常讲到的课程 其实有许多不同的含义 父亲问刚上国中的家豪 国中的课程和小学有什么不一样啊 家豪回答 你看看我的功课表就知道啦 这里把课程视作学校所安排的科目 也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定义 当然把课程视为科目不仅是它的名称 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 这些内容也就是具体呈现出来的教材 从阳国小的家长会上 A家长发言 现在国小的英语课程怎么都那么简单啊 我家三年级的孩子在外面美语班都可以写短文了 学校的英语课程却还在教简单的句子 这位家长所提到的难易度 实际上就是将课程视为学习目标 课程就是学生应习得的知识、技能或表现 如我国九年一贯课程中各领域的能力指标 与十二年国教课程中的核心素养 都是将课程视作目标 官方高中的课程讨论会中 教务主任说 请各领域召集人转达教师们 八月的第一周要缴交校定课程 要包含学习目标和各周教学和评量的内容 主任所说的校定课程 即是用计划来界定课程 强调课程属为学习者预先规划的学习内涵 例如中小学每年要提交课程计划 至教育主管机关备查 这套计划中包含了学校愿景、课程架构 固定与校定课程的目标与进度等等 此计划也会被视作为课程 诗诗对妈妈说 今年夏令营的课程很好玩 我们这一组用英文写灰姑娘的故事 还加上音乐把故事读出来 课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定义是学习者的经验 也就是学生上课时所感受的经验 无论是教师想传达给学生的经验 或是非教师预料之内学生所获得的经验 这些学习经验都可以被称之为课程 单单课程一词就包含了那么多不同种的定义 可想而知课程是具有相当多面向的 所以在进行课程发展与设计时 势必要多方思考 不断调整课程 才能使教学更加尽善尽美